- 現在是下午4點13分 因為對到三天正氣了 給大家看一下是哪一家 然後我們今天有一個小任務 我們等等要去文具行找一個東西 我們先吃飽再說 要開動囉 脆洋蔥看看 厲害 好好吃喔 那一到十分應該有幾分 買到了 但是是2018的 所以 所以我們就開始破2018 可以打錯著用阿 大家好我是柴 大家好我是柴 我們今天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公布 今天是9月9號 我們的頻道終於在兩天前 達到2000訂閱了 超過2000了 謝謝大家我愛你們 謝謝 謝謝 那為了慶祝我們達到2000訂閱這件事情呢 我們特地設計了一個特別的計畫 叫做 柴鼠觀察日記 這樣觀察我們兩個小動物阿 欸好笑死欸 那究竟什麼是柴鼠觀察日記呢 這一個 它有一點是 除了慶祝2000之外 然後也想要考驗就是 我們到底有沒有辦法 連續99天 上傳影片 喔從今天9月9號開始 連續99天了 四個九欸 感覺就是 是有點難度的一個 一個挑戰 我們覺得說 大家好像平常生活 就是每天 好像都過得差不多 就很忙碌 忙著忙出來 一天就結束了 忙著上課 忙著上班 然後就覺得每天的生活 都很索然無味 都過得跟昨天 前天上個禮拜好像不一樣 大家常常會忽略就是 在我們的生活中 你每天的日常 其實有很多是值得我們去紀錄下來 或者是去仔細觀察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決定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當然一方面是考驗我們的 攝影啊或者是 後製剪輯的能力跟速度 然後另外一方面 也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們生活中 我們觀察到 發現的一些有趣的小東西 也可以看到彩鼠 平常在鏡頭上面 比較少看到的另外一個 就是比較生活 比較日常的人 那有可能會是一些 很無聊的畫面 簡單的來講 就是99天的廢片 但也不是全部99天啊 我們的正常節目 還是會 無期的進行 對對對 就是如果啊 有遇到有正常節目 例如說像是夯番薯 或者是不一定好吃廚房 或是柴鼠開吃的時候 那一天就會是 以那個節目線為止 就不會有觀察之機 因為我們挑戰的是 99天連續上團的影片 嗯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99天每天都看得到柴鼠的影片 每天都來煩你們就對了 那是什麼時候會看到 如果是柴鼠觀察日記的話 會是每天晚上的11點 準時跟大家 就是 見面 那如果不是觀察日記的話 就是 照原本 freestyle 真的 愛什麼時候出 就什麼時候出 所以就是要記得 要加一下訂閱 對 跟那個 開鈴鐺 那既然它是一個挑戰 我覺得就是要有一點 懲罰嘛 對 只要有挑戰 就一定會有輸贏 然後會有懲罰 萬一在這99天裡面 我們沒有做到 其中有一天沒有上傳的話 我們給自己設定的懲罰 就是 我們要把第一份 當youtuber的廣告收益捐出來 喔你說要把那張第一張支票捐出來 對 其實我們到現在還領不到那張支票啦 因為賺的錢太少 哈哈 哈哈哈哈 然後就是如果這個挑戰失敗的話 我們會把這一張支票全數捐出 那希望我們可以成功 一定會成功的啊 哈哈哈哈 我覺得有點困難 因為我那天忽然就是生病啊 不能請假的 對 那所以因為它是一個99天的計畫 所以我們從今天開始呢 我們準備了一個 好大的月曆 對 請 才幫我們在9月9號上面開始打 就是 就是我們每天都會記錄啦 就是倒數的意思 倒數日的意思 所以今天是9月9號 欸 大家有沒有發現為什麼9月9號是禮拜天 對啊今天不是禮拜六嗎 哈哈哈哈 我們沒有作弊 是因為我們買不到2017的 這個是2018 但我想說 那我們想說日子應該還是一樣嘛 只有差一天而已 對啊 不會差太多 那我們就是 把9月9號化掉了 對 登登 恭喜第一天完成 YES 那給鏡頭看戲啊 給鏡頭看戲啊 第一天9月9號完成啦 今天你們是不是都在這裡 還是跑到真的嗎 沒有啊 就期待 以後每天可以跟大家見面 好像沒有很期待 哈哈哈哈哈哈 期待以後每天跟大家見面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是柴鼠兄 我們要一起講嗎 我們要一起講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柴鼠兄弟 我們明天見 耶 欸他蠻順的耶 第一次新手勢啊 我們在玩家 柴鼠兄弟 我們明天見 耶 耶